长大帅到 儿渴望参见副帅 今天都练习什么 不齐操练 好 开始吧 遵命 不齐操练 娘子 我的马都饿瘦了 不出来 上次不给马料 你不会抢了 抢 走 到下面看看去 站住 怎么回事啊 禀大帅 我们几个弟兄到皇家寨去筹响 起了皇大户的不义之财 不想这老狗竟抓了我们一个弟兄 大帅 打成半死 还送到县衙门去了 兄弟们气不过 把他抓来出出去 大帅 小人遇事糊涂 再也不敢了 大帅 您看 小人知错 大帅 小人再也不敢了 大帅 饶了我吧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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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有令 砍楼 拿下去 绕炉 黑帅 大帅 滟 这头练成这么多属吃呢 还这脂县 致他们哪是练兵啊 这些 挖阀棍 不是 可恶 你这探长都招起头兵 这兵还能打这么样子 一个个到了镇上都能当了刀把子 打他那外战 你不要好好练 这些还能没吃饭 你怎么这么练 把手抬起来 看这一个个熊样 好 那谁 那咱俩子谁呢 贵孙子 你这是耍猴子 叫滚 你滚到你老婆换吃奶去吧 这种兔仔的三孙子 也配在当年中手下当年吃粮 废 好 好 好 这样的好 这样的好 我喜欢这样的 小伙子 好好地练 练好了无意就能打遍天下 日后就是不跟那老子干了 落草 都是山代王 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是到南京去逃马买蟹 也饿不了肚皮了 我的人 都得舒服 一个要顶十个 两万要顶上二十万 不能老在龟孙王八蛋的裤装底下 手气 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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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好了我有赏 禀大帅 君安林大人从襄阳来 快到古城了 好 老子回回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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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再一次 我ti 老子 好 卖竹器喽 卖竹器喽 朵花辣椒 卖竹器喽 卖竹器喽 朵花辣椒 卖竹器 卖竹器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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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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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天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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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奉陵大人乐 请张将军上川虚话 其他官身 一概免餐 卑将张献忠参见岸台大人 将军免礼 请仓内叙话 安排大人请 请 本愿此次前来古城是特意要同将军一物 县中愚昧无知 一切请大人讯事 大人现在是否就骑驾去古城 天色已晚 明日进城吧 是 大人旅途劳累 卑将暂时告退 明日再来恭迎大人 请稍坐一坐 随便续续吗 是 此次同关南原之战 陕西流寇 一举当平 据唐报上说 贼寇被围走投无路 投降者数十万 丢弃假账如山 李自成 七女巨师 尽于十几骑驼走 这真是皇上的威灵 苍生之福啊 当然 李自成 如能像将军这样 身名大义 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啊 请宣将军 据你看 陕西局面是否会从此安定啊 这很难说 末将不敢妄加推测 哦 将军 不妨直言 不妨直言啊 那我可就说老实话了 请 唐报上说 降者数十万 不能真信 李自成连打了十几个月的仗 到通关南原 他能胜多少人 说他有七八千万 那还差不离 连随盈眷属在一起 顶多是一万上下 不会再多了 可唐报上说 杀死了不计其数 还投降了几十万 这就驴唇不对马嘴了 安台大人 您说呢 有理有理 靖宣将军 你对他们的情况 还是很熟悉啊 末将无知 冒昧直言 请大人多多恕罪 到古城 还可续谈 是 末将告退了 好 请 请 请 送客 请大人留步 好 朱不远 张献忠的胡须真不错 恐怕有一尺长 真是美然功 听说他一缕胡须就要杀人 我还以为张献忠长着一把红胡子 头上插着个野鸡灵 原来不是 那是戏台上的山太王 不是张献忠 好 老爷 我什么也不想 就想要张献忠手里的 那颗总母绿 对 嗯 好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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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姐 外边怎么样 爹 胡广许安林明秋 也到古城来了 满城不少了 张献忠和那帮的高官 正在太平洞热闹着迎接他 真是严家陋宅 正撞在他的网上 在这儿待下去危险 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 古城这么个小地方 要是把王子一收 咱们不就全完了 哎 斩毙一下也好 我去备马 双喜 来着不怕 怕着不来 既然到了古城 我都要看看 张俊仙这台喜怎么唱 里面 浪匠 来 快点 张将军 张将军请稍候 父母官有何吩咐 将军可是去刑署给岸台大人接风 怎么 父母官要我为您伴教前往是不是 不 今天顺便前来拜访不为别事 还是为麾下有些兵士不遵守法计 在城外公然抢劫啊 我 我什么 我不是已经办了吗 我是说今天的事 朝廷不乏响吟 我的人不能喝西北风吧 张将军 将军 等朝廷发下响吟来 我叫他们都还给你 真是 岂有此理 大人 大人 张将军 将军请留步 将军 大人请你到内诗序话 好 主放下响吟来 请 将军 请请 景仙将军 你可知道李自成的下落 回大人话 末将一无所知 暗台大人 不知朝廷可有什么确实消息 这 朝廷也无确实消息 只是至今闯贼下落不明 又传出许多的谣言 本愿此次前来古城 却与此事有关 不知都有些什么谣传 这 哈哈哈哈 有的说 他逃到商洛山中 有的说他逃到老灰灰那里 卧病不起 也有的说他确实是战死了 谣言纷纷莫衷一世 半月前忽然有一股流寇 他们打着闯贼的旗号突袭同冠 等贺仁龙从商洛山中途赶回追击 这股流寇却又不见了 靖轩 不妨对你直言 还有一种说法 说闯贼已经潜来古城被人窝藏 哦 范台大人 末将敢对天明示 黎自成确实不曾到来 自从三年前末将与他在凤阳闹翻了脸 我们两家就肃无往来 他纵然兵败 也绝不敢到我这里藏身 哦 哈哈哈哈 你们二人互相不服 朝廷早有所闻 哈哈哈哈 但是 你们从前 毕竟都是十三家中的人 啊 哈哈哈哈 靖轩将军 你是个明白人 可不能雪白的袜子往泥塘里挑啊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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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厚礼 大人定会满意的 哈哈 方兄 将军略被剥离 望多多美颜 啊 哈哈哈 大人此行 一位安抚将士 二位急拿闯贼 嗯 还望老兄提醒将军 对此多位留心 多诚观照 不过 一小弟之见 李自成此刻 不敢窜来古城 倘若李自成敢来古城 末将定尊台语 将他捉拿 以表现中归顺朝廷 赤诚之心 好好好 请大人栽培 岂敢 末将告退了 啊 请 快走吧 快走 你到这边那边 这老杂种还想炸我呢 他忘了我干的是什么行字 哈哈哈哈 大帅 李壮王来了 什么 李自成真的来了 真的来了 上神仙在花厅里等您半天了 这回他妈的热闹了 大帅 李自成是不是也想归顺朝廷 想让你从中说何呢 不会 他是不会这么干的 给他一些银子 让他走了算了 明明就在这儿了 大帅 上神仙在花厅里等着呢 你看 得见 得见见他 哎呀 我的干姓家老虎活跌 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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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官义亨通 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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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坐坐 哎 子明啊 我怎么听说 你们在南原这一仗打得很不好 还有的说你们的人马全给打完了 是不是 吃亏不小 不过没完 哦 没完啊 那就好 他们说自成就剩光杆了 哈哈哈 天君亦得一将难求 窃席闯王手下八元虎将一个不少 天不灭我 好 那好 哈哈 吃吃吃 这可都是正宗的京城遇见 啊 吃吧 哈哈哈 老伙家 你们这回来带了多少人马 老修我 张内双喜两个娃 还有几十名亲兵 哦 走亲戚嘛 带那么多人干什么 哈哈哈 是啊 哦 来 来 来来来来来 我来引荐引荐 这是我的军师徐章斧 我的干亲家 渴望的干丈人 尚子明 哈哈哈 老徐 你可不能小看我的干亲家 他的一道啊 比华佗还要高明呢 哈哈哈 李铁馆要是碰见他 那条腿早好了 哈哈哈 坐坐坐坐 哈哈哈 老徐 老徐 林明秋现在古城 到处都是朝朝朝的耳目 你看 把自称他们安排在什么地方比较稳妥 我看 清闯王暂时还住在城外 带局势有了转机 大帅再给他些人马重整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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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要把李自清接到我府中来 跟老子一块住 嗯 你看怎么样啊 好 问下来 立即以保护巡岸大人为名 多派兵士 大街小巷进行巡逻 实行宵禁 告诉八夫人 把楼上那间房子打扫干净 李自成就住在那 遵命 老陈先生 你看这样安排稳妥吧 课随主便 领轻领轻 现在 那总是他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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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王大 在里面 靖萱 我的老伙计 你没死 还活着 没想到吧 我的李哥 李哥好 好 咱们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你好 好 好 前马来 走 快点快点 酒 就搁这儿吧 好 你快放这儿 来 放这儿 快把这个开 我来 什么事 大帅 你大帅如何处置 处置什么 什么时辰下手啊 你说今天晚上 都把李自成给黑了 对 李明秋不是已经告诉你 李自成前来故城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 他的幕僚要告诉我的 可是我知道大帅 你是不会卖有求荣 把李自成交给李明秋的 那是 那样做十三件事 这家弟兄可不捣碎了我的纪念骨啊 大帅 李明秋四处不想细做 现在是火烧没结 我们必须马上动手 免得节外生枝 大帅 你平日也常说 日后能与大帅政天下者 唯有李自成 今天李自成自己来到古城 这是天意灭丽 千载难逢啊 大帅 自顾征天下父子兄弟 尚去道兵相见 何况朋友呢 大帅 大帅 你若是怕落下不义之命 我来下手 大帅 老徐 我们还是先去喝酒吧 好 走吧 来 夫人到 来 来 来 认识认识什么 这是你八弟妹 我新进取的 这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 李闯王 李哥 见过李哥 李哥 怎么样 你看老八的小模样长得够俊的吗 倒酒 坐吧 来 老八 李哥千里之外不思辛劳 来看望咱们 来 敬李哥一杯 来 拿着 李哥请 好香啊 是石花大区 闯王见商未遇 这杯我替他喝 不 今天我们弟兄见面 我开戒了 来 好 买上 老陈先生 谢谢 谢谢 你的鼻子可真够灵的 哪儿的话 我是越老越贪 是吗 来 大家都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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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满上 好 大家随意 去吧 好 李哥请 少陪吧 请便 好好来吧 好好来吧 这都是古城的几个名菜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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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的 好吃 好 是 好 有 那 我 嘗 看 哪位姑娘在 军师 请禀告八夫人 就说徐一贤求见 是 夫人有请 夫人 夫人 军师 是大帅有什么事吗 不 是宜贤有件要紧的事 斗胆前来并告夫人 你们先下去 是 夫人 你可知李自成是怎样的一个人吗 请 大帅说 他去年在同关 全军覆没 连夫人女儿都丢掉了 现在 来投我们八大王 是求一点资助吧 夫人 李自成此人可非同寻常啊 别看他眼下南辕大败损兵折将 但他一旦得势 必将灭群雄而独把中原 日后能与大帅争天下者 唯有此人 夫人 徐某不才为辅佐大帅早成大业 故今日深夜前来祈求夫人相助 务必请夫人劝说大帅 当机立断面流后患 军师 你当自己跟大帅去说 此事与我无关呢 夫人 夫人此言差矣 古人云成者王后败者贼 大帅成了大业 当了皇帝 夫人就是皇后啊 就是日后有那么一天 谁知道 他定谁做皇后 大帅妻妾虽多 但只有夫人生了贵子 日后自然就是太子 还要登基做皇帝 所以夫人 你不但是皇后 而且还要当皇太后 要是江山被李自成夺去 那夫人就是贼人之妾 少主也不过就是贼人之子了 请 夫人 武当为成为将的 尚且要竭尽全力为大帅 争夺江山 难道夫人 你就不为自己的亲生儿子 着想吗 大帅他 他要不听我的劝告怎么办 那 那就只有 这个办法了 王夫人 扇子为之 徐某 告退 他要不听我的 不哭 妈妈抱 乖乖 都是为了你 请吧 文小安 你带老神仙偷到男友安歇吧 是 走吧 走吧 请 老神仙 请吧 好 你这几天够累的话就在我这好好歇息 请吧请吧 好 我的内室就在这小院里 这个小院 是我前不久向别人借的 哦 好油精的小院 行吧 好 那楼上是我的书房 我和你弟妹就住在楼下 哦 这楼梯太整理了 你小一半楼 不错 好 好 程虹 送茶来 是 请吧 好 拿茶去吧 是 好 时候不早了 您歇息吧 我告辞了 请便 好 正好 哎呀 看这个架势 真有点像关门杀机呀 靖萱 真是世别三日 但刮目相看呢 想不到你现在读起书来了 这些书都是别人藏在我这儿的 好 大帅 茶 去吧 是 我说李哥 你还是跟着俺老张归顺朝廷吧 当小官 读读书 何必成天家提着脑袋过日子呢 归顺 哈哈哈哈 没想过 我不会洗手不干的 好家伙 赔了老婆又遮兵 到如今还不服输啊 我就不信 咱们十三家弟兄就算白闹腾了 南云大战 我不服 还不服输 你还打算救几次老婆孩子啊 照我说啊 算了吧 还是归顺的好 吃喝玩乐都不丑 咱们造反啊 还不就是为了这个嘛 啊 你说呢 哎 我的李哥 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啊 你看我 都娶了八个老婆了 这不久啊 我还要去第九房呢 哈哈 大帅 什么事 李明秋的管事说 咱们送的礼太少了 什么 那份礼没五千两下不来 他们这次来古城 不把胃口填饱 恐怕不会离开 他还有个祖母律 怎么 三颗大株还不够 还要祖母律 没有 这是他的爱妾指明要的 这 他怎么知道八夫人有这颗祖母律呢 要不你再给他们商量商量 遵命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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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 去 好 好 靖萱 咱们说正经的 这次我来找你 就想和你谈谈 我们今后怎么办 我们 我的李哥 你的人马不都打光了吗 打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吗 我猜你就没服输吗 我猜你也没有服输 不不不不 我服输了 往后我就在家里陪陪小老婆 算了吧 你别给我吓胡扯了 我不愿在商老山当神仙 你也不甘心在武当做带王 靖萱 你日夜操练人马是为了什么 左良宇在襄阳驻扎十万大军又是为了什么 你是不是要我帮助 想要都是人马 你就痛快说吧 老弟 我这次来可不是向你求帮告代的 说实在的 我来不光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 好家伙 还是为了我 为你 也是为我 我的李哥 说真的 安老张已经受了招安 也算是朝廷的人了 往后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咱们已经分了路了 个人都有个人的打算 你糊口余声 也不容易 就在我这多住几天 调养调养 明天我好好给你启陈 这些天你按马劳顿 就早歇着吧 你怎么啦 你怎么哭啦 别哭别哭 别哭别哭 我的小乖乖 小乖乖 你 你是有什么委屈了你 有什么委屈你跟我说 好 你跟我说好 别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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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你把李子成 杀了吧 你不杀他 他要杀我 是不是老徐来过了 他还给我一把毒药 有呢 你吓死我 老师 你不替自己着想 你要替我 替孩子着想 好好好 我听你的 李子成在咱们的笼子里飞不了他 好好好 睡吧小乖乖 睡吧 睡吧 你也睡吧 这个掌心中 把咱们一条笼砍成三结 难道就坐以待毙 他们会不会把闯门抓去 先给林明秋 季兴南部 张俊轩考不住 好尤其他们不知道到了南洋没有 他们要是在那边闹腾一下 这边兴许就好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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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一早 我去找林秋的亲信商量 据她说 这颗祖母绿她是非要不可 大帅 恐怕不好拒绝 你等一下 是 我去 把那个扔给他吧 扔什么 就 就那块祖母绿 你怎么会呀 我不 我不给 你要拿出来 我就要他们再给你搞一块 像鸡蛋这么大的 我不要 像西瓜那么大我也不要 我就要这块 今天你要不要拿出来 我就过不了这一关 把我的金镯子给了人家 大叔不摇也给了他们 现在 你要这块祖母绿 我都什么呀 爹不是爹 娘不是娘的 凭什么欺负我 要不是左梁与十万大军卡住我的脖子 别说给他祖母绿 一颗绿豆我也不给 你回来 拿去吧 你真舍得 我看你太为难了 我看你太为难了 夫人 这祖母绿 张建宗还舍不得给呢 这下 你可以如愿以偿了 禀大人 软之县求见 请 回避吧 好好好 卑职参见大人 好好好 请 退下 禀大人 襄阳兵被张大京大人送来密报说 闯贼李自成 确实路径施华街到古城来了 他会不会被张献忠窝藏在公馆之内呢 大人 大人 卑职昨夜行罗 张献忠公馆门前 深夜港哨不测 时有刻意 大人不妨传遇搜查他的公馆 张献忠的公馆你能随便进去 万一扑了空 那事情就麻烦了 是 本院自有安排 我没有别人打算 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在古城住下来 把兵练好 等着为朝廷效命 真的吗 信不信有你了 老弟 你这套把戏我可清楚 你是想借个大树传口气 对吗 哪儿的花呢 咱们那帮弟兄们是不是都在背后骂我张献忠软骨头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心里有数 有数 那我倒想听听 你真的 左梁肴 这两阵兵马包围着你 现在又来了个灵鸣球看着你 张献忠可就不是八大王了 我知道你的处境很难 这帮够官 黑眼珠子只认识白银子 要礼要珠宝 他妈妈的 俺老张这几年的积蓄 差不多快给他们炸光了 我张献忠成了他娘张献宝了 丢了点金银珠宝都是小事 可咱们不能忘了 当初造反的雄心大志 靖萱 不管你是真祥还是假祥 别人可抽着几两股骂你 这样下去 不但朝廷方面你靠不住 就是连江湖上的朋友都丢光了 我知道 这一年 我是耗子钻到风箱里 两头受气 所以 我劝你不要再混下去了 你以为我想混下去 我愿意滴三下四的伺候那帮狗官呢 说完认输了 我告诉你说 说完认输的人 那才叫瞎眼呢 靖萱 以前怪我七两太窄 从现在起 咱们哥俩要同舟共计 你打算什么时候起事 起事 是 大帅 什么事 左粮玉送来警铁 约你去打猎 你告诉他们 我昨天夜烈 受风了 不去 大帅 不去 恐怕不好吧 李哥 我去办一下公务 是赔了 请吧 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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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如何 真真假假 一事还谈不拢 敬秦 在河南有没有阴心 我已经派张乃莲 也赶到河南边境大潭去了 嗯 老神仙 事不宜迟 你和双喜赶紧到外面去放风 就是我李自成 住在张献忠的府上 咱们现在 就得像高尤一样 沾上他 有人来了 郝爷 小奶子 郝爷 郝爷 你怎么到这来了 我有急事向您禀报 原理歇息 遵命 原理歇息 走 说吧 郝爷 闯王带我们到古城去找张献忠 现在情势很危急 老神仙让我来寻郝爷 你们怎么让他往湖口里钻 郝爷您听 您听 闯王带我们到古城去找张献忠 是让他重新起义 老神仙交代说 您在这边能闹一下 那边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小男子 你看 像不像闯王 像 真像 我就是按照闯王的嘱咐 打着闯子齐 还找个清兵 扮着闯王的模样去攻打了蹬下 那帮狗瓜们一天是闯王来攻城 都吓得是屁滚尿流 你回去禀报老神仙 我定把南洋给他闹个底朝天 郝爷 那我们就回古城禀报了 闯王在古城住在什么地方 就住在张献忠府上 靖宣将军 据可靠密报 李贼 确实已经到古城了 将军 你可有什么消息 末将确实没有消息 唐有线索请大人明示 我立即派兵捉拿 张将军 你现在是朝廷命官 进来嘛 外面对将军 可有些谣传 不知将军可曾听到 听到了 说李自成在我府中 救助我楼上 安台大人 按张献忠归顺朝廷以来 蒙皇上厚恩 不究既往 容我效命 可他娘现在有伙奸人 对俺老张四处造谣重伤 这明明是用离间之计 比我从心起事 再与朝廷刀兵相见 逮住这伙奸人 我会看他几个不可 走 将军 你你怎么动这么大的干火呀 这些谣言 我 我可没有听说 按他大人 按他大人 不瞒您说 现在茶楼九四还有种谣传呢 哦 说李自成未报奉养之仇 不惜向大人行贿五千两银子 还外加一颗祖母绿 要借大人之手砍案张献忠人头 哪有此事 哪有此事 是啊 我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的 禀大人 这是宗李兄大人的紧急手遇 哦 好 李逆自成 及其贼部郝瑶齐等 于日前篡返南阳府邓县一带 却又南下进犯荆乡之事 既命林明秋总监朱镇相机尽脚 张献忠效忠朝廷书堪加冕 以奏请皇上封赏偏将军之职 恭喜张将军 恭喜恭喜恭喜 万谢圣上厚恩 多忙大人在北 好 去敢去敢 将军 没想到李贼又窜到河南去了 跑不了他 好 怎么样 好 真是手道病除 手道病除 那年听说渴望喝醉了酒 犯了牛脾气 把老婆头都快砍掉了 幸亏碰上你老神仙 医术高明 把脑袋又给结上了 喘得太神了 活人我治得了 死人我可治不了 好 老臣仙 谢谢 恭喜大帅 贺喜大帅 我有什么喜好喝 听文显说 雄文残奏姓皇上要给你封官了 有这么回事 我说贺家 我正要向您请教的 他们一会儿说黎自成来到了古城 一会儿又说黎自成在南洋闹腾起来了 贺家 您看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那好吧 用你根绳子 把黎自成捆绑送给林明秋 好 不能不说 也是个办法 我看 你不会 为什么 管他是真李自成还是假李自成在南洋这么一闹的 行文残马上就得奏请皇上给你封官 要是没有黎闯王 你八大王也就 这么说 还是黎自成包举我喽 大帅心里比我清楚 大帅 大帅 你们抬 你们抬 请 请 老花头 这是一命说客 此人三分尽妖鬼迷一场 可不能受他的迷惑 大帅 大帅 你可曾探得李自成此心的真意啊 他无非是要我早日起誓 李自成派好要祈祷河南是有城瓦中原的野心啊 现在他又亲自出马逼你起誓 想借大帅的一臂之力重整他的气功 大帅 李自成兵败南远 只身投奔古城 这是除掉他最好的时机 否则待他创伤平复羽毛丰满 再来与大帅争夺天下 到那时 是 陆思水手就很难说了 大帅 你可要当机立端啊 一臨难藏二虎 双胸不能并立 放虎容易 擎虎难哪 大帅 一先毁家属难 追随大帅 无非是想辅助大帅 早成大业 王大帅 千万不可错过这个良机 大帅 机不可失 时日不再来啊 大帅 张副兄 你的心思我知道 这样吧 今晚我再探听一下叙事 那我去安排 快 快 毕哥 这回你可给我带来了麻烦了 你经过石花街的时候被人认出来了 现在林明秋都知道你住在我楼上 刚才 他还比我要人呢 那好办 明天你把我交给林明秋 这不既省去了麻烦 也能在朝廷方面落个好 老神仙可以像我这么提过 好 伙计啊 我可真佩服你的胆量 什么胆量 我倒想问问你 你怎么敢跑到古城来见我 哎 你是我的朋友 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为什么不敢来见你 你就不怕我黑了你 投石下井 卖有求荣 咱们十三家弟兄中还没有人干过 何况你堂堂的张献忠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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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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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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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人人都说 在十三家义军弟兄当中 你我是两雄 不能并利 而且在凤阳火烧皇林之后 就已经落过下 你手下八元大将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些 靖萱 你把我的朋友也看得太低了 嗯 怎么看低了 我的弟兄们 一提起你八大王没有不说这个 他们说 要想打开眼下的局面 非你莫数 哦 嗯 假如现在还有人想挑拨离间 背后捣鬼 靖萱 我劝你看了他的脑袋 哎呀我的李哥你 你多心了你多心了 没那好人 我手下怎么会有那好人呢 哈哈哈哈 嗯哼哼 你当年报警宗旨 要杀尽贪官无力 可是现在呢 这帮狗官越来越多 要是咱们俩能挟起手来 我的李哥 打垮了明朝 你我还得争江山 难道天有二日吗 打垮明朝以后的事 还远着呢 未免想得太早了吧 早 明朝的气数已经进了 要是垮起来 快得很呢 嗯 李哥 嗯 到那一天 你我弟兄俩不能并排坐在金鸾殿上吗 老弟 你我可都是刀枪中过日子的人 生死难捕 要是有一个不幸阵亡了 那这难题不就解了吗 哼 要是你我两个人都不死呢 那好吧 我们开城相让吗 纵然你肯俯首成臣 你手下将士不一 那又该怎么办呢 嗯 那 不过多留一些孤儿寡妇罢了 这不还得拼个你死我活吗 到时候 要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和解 咱们哥俩 就堂堂正正摆开战场见个高低 总比江山还没有到手 就自己互相残杀强的多吧 好 痛快 痛快 来人 上 快 拿酒来 你在这守着 我去找客王 我去找客王 老神仙 老神仙 徐仙带人出去了 俗话说 喝酒见人心 咱一边喝着一边缠着 这样痛快 来 来来来来 请 来吃吧吃吧 随便吃点 靖萱 我跟你说句老实话 有朝一日 咱们打下了江山 只要你张靖萱对百姓心仁意 我李自成 可以开城相让 结甲归田 我还要叫刘宗敏高与公他们拥戴你 就像拥戴我一样 真的 我敢对天启示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我的李哥 这个酒你还没喝到劲啊 老张 我老张又不是小孩子 你就是一口说出二十四朵莲花不少一个半 还也不会信你 现在你的人马打光了 自然没有争江山的心 不信 以后等你羽毛丰满了 你还会拥戴俺老张吗 你对百姓心仁意 我当然拥戴你 天望老子帝王爷 人血一般红 不信 我老是告诉你 前一阵子 打铜关的是你嫂子和刘方亮 打邓县的是好妖旗 我可没有输光 眼下咱们是瞎子背瘸子谁也离不开谁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起誓 你说呢 我看 就在今天卖瘦以后吧 你行吗 到时候 我要不在山陆山竖起大旗 你可不能中途变卦 立刻 谁要中途变卦 天主地灭 如同慈悲 够朋友 我的好兄弟 李自成能眼善变 看来大帅又被他迷糊了 真是老糊涂了 打了一辈子仗 就不知道两雄不能定立 邵将军 就看你临时决断了 今天不除掉李自成 明天他就是大帅和你的心腹大患 放走他就如同放虎归山 这 他休想走掉 来人 在 传我的令下去 马上选二百名惊奇 跟我奔向山口 四面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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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禀大人 张晴并告 张献同带领一队骑兵 从北门出城 其中有一个人很像创贼 是否派兵拦截 请大人定夺 文书上说 李自成他在河南 你不知道 这 糊涂 贼咬一口 小人明白了 快睡觉 快睡觉去吧 走 得到 干吗 就得到 见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帅 前面就是象山口了 今天午时 寻安大人还约你到文庙进香呢 现在时候不早了 金仙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 你们就请回吧 不 查进他的香 我送我的客 走 放 有埋伏 有埋伏 你够管住 大家不用慌 走 咱们大帅来了 真是 大帅居然送他到象山口来了 我再去劝劝他 好 盖死的够东西原来是你 谁呀 副帅 既不可施 今日放虎归山 日后后患无穷 杀了他吧 副帅 大帅 李自成是怎么好杀的 你这样杀了他 日后叫老子还怎么混 你们别动 是 还不快起来 起来起来 李哥 我的军师和可望 都敢来给你们送行了 老神爷 你还没和你的干女去续谈过呢 可望先知 你们敢来送行实在不敢当 二位想得很周到 干爹 怎么刚来就走 还没到我营房里去坐坐 后会有期 靖选 天色不早了 咱们就此告别吧 好 可望 在 你护送李伯父过仙人渡 不必了吧 遵命 一路上要严防官军 出了查错 我拿你试问 遵命 好了 就这么着吧 李哥 老张 以后 老张要是遇见什么风风雨雨的 到你的房檐下躲雨 你可不能让老张失了意上 靖选 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一定把你拉进屋里来 脱下衣服 让你穿上 真的 当然真的 好 日久见人心 日久见人心 后会有期 就此告辞了 一路保重 保重 可望 带马 是 走吧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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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徐弦之言 日后必然败于李自成的手中 到那时悔之晚矣 大帅 今日之事令人百思不得一见 看来我徐某已成为无用之人 请大帅荣一线归隐山林了却余生 大帅 请受徐某一拜 老徐 老徐 请起 你 你这是干什么 我离不开你这个宰相啊 我留着它 还有用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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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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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